作者 陈九 后期 鬼步语 第295集 飞去不可 或者说 纪云开执意不肯现在搬进寒水塘 就算不去温泉庄子休养 他也不要搬去寒水塘养病 这一点纪云开十分坚持 萧九安自是不想同意 可想到纪云开昏迷前说的话 萧九安沉默片刻道 从温泉庄子回来 你就住进寒水塘 这一点不容商量 他知道纪云开执意外出养病 必有所图 不过他愿意成全 只要到时候纪云开心甘情愿搬进寒水塘 今天看到纪云开死气沉沉的样子 他越发地肯定 他要的不是一句会呼吸的娃娃 他要的是活生生的纪云开 会说话 会笑 会动的纪云开 纪云开没有立刻回答 而是盯着萧九安看了许久 才沉重地应了一句 好 很好 本王会派人去温泉山庄保护你 纪云开 记住本王的话 别跟本王耍花招 他纵容纪云开任性 纵容纪云开视病而骄 但也有限度 纪云开最好不要挑战他的忍耐极限 而他这个人的极限一向低 纪云开看着萧九安冷笑 我只想找一个没有你的地方 好好享受最后的安静 不可以吗 花招 他身边到处都是监视的人 每说一句话 每走一步 都有人说给萧九安听 他还能耍什么花招 他能做的 只有从自己身上下手 对自己狠 纪云开这话可谓诛心 要说不满 那是必然的 可萧九安却没有表露半分 只是冷冷一笑 好好享受你最后的安静 以后你只能待在本王的身边 纪云开没有说话 笑得嘲讽 别这么看本王 本王会忍不住挖掉你的眼睛 萧九安伸手 捂住纪云开的双眼 本王给你半个月的时间 这半个月 不管你想做什么 本王都成全你 半个月后 乖乖地回来 乖乖地住进寒水塘 纪云开身子一僵 他知道了 萧九安知道了 他到底知道多少 话落 萧九安不再看纪云开 转身往外走 纪云开猛地睁开眼 看着萧九安血色的背影 突然笑了出来 笑得讽刺 笑得眼泪直掉 他一向懂人心 可却不懂萧九安 完全弄不懂 不过 不过 懂不懂 并不重要 他已经开了局 就再无回头的可能 萧九安一走 纪云开就换来暖冬 让他收拾一下 他今天就要出城 去城外的温泉庄子 同时也把诸葛小大夫带上了 他是病人 病得很严重 需要大夫 纪云开的东西并不多 且刚刚才包好送到寒水塘 现在只要拿出来 放到马车上就行了 半个时辰后 纪云开出发 前往城外的庄子 锦丁烟被王府动静的探子 立刻将消息传给自家的主子 纪云开刚出城 皇上天舞公主 北辰天雀 就知道纪云开吐血 病情加重一事 莫非纪云开真要死了 皇上皱眉 说不出心里是什么滋味 总之不像先前那般 听到纪云开要死的消息 就觉得高兴 争来争去 最终争不过命 是燕北王妃又如何 得到萧九安的维护又如何 死了 便什么也不是 天舞公主亲眼见到过 纪云开有多虚弱 他不认为纪云开是装病 真要装病 那纪云开吓得本钱也太大了 北辰天雀收到消息 却是微微一笑 真是一个聪明的姑娘 他或许是唯一一个 认为纪云开在装病的人 毕竟凤奇的消息 是他亲手送到纪云开手里的 而纪云开一收到消息就吐血晕倒 要说这是巧合 他是不信的 当天夜里 纪云开一行人终于抵达了城外的温泉山庄 庄子并不大 但因为有一处小温泉 是以价值不菲 当然 这么值钱的小庄子 自然不是燕北王府的产业 而是纪云开的陪价 也算是他陪价里相对有价值的一处财产 可惜纪云开从来没把他当回事 庄子管理得极好 并没有发生什么 奴大欺主 欺上瞒下的事 说实话 就算庄子上的人想要欺主 在看到纪云开身后一溜的侍卫后 也不敢了 萧九安给纪云开安排了三十个侍卫 每一个都是上过战场 见过血的 那一身肃杀之气 别说庄子上的普通百姓 就是军中的小兵也不敢放肆 因为来得突然 事先庄子上什么也没有准备好 折腾了大半个时辰 暖冬才收拾好了纪云开的住处 而这个时候 纪云开已累得睡了过去 王妃只是睡着了 不用担心 诸葛小大夫诊断 确定纪云开只是累着了 暖冬这才安下心 交代士叔和入画照看纪云开后 这才去收拾其他的房间 一行人忙到紫叶时分 才将将安顿好 侍卫还好 他们早就习惯这种强度的工作 随纪云开来的四个丫鬟 却是累得不行 可不等他们去休息 就发现纪云开脸上的黑斑突然扩散 瞬间布满了整张脸 十分恐怖 照顾纪云开的士叔与入画 吓得大叫一声 立刻引起了侍卫和其他人的警觉 门被撞开 侍卫飞速地冲进来 问道 发生什么事了 王妃 王妃的脸 士叔和入画指着床上的纪云开 嘴唇直哆嗦 侍卫见不是纪云开出事了 暗松了口气 可是在看到纪云开的脸后 一个个面色凝重 赶紧让人去换诸葛小大夫 诸葛小大夫离得稍远 待到他匆匆赶来 侍卫已经出去了 屋内只有暖冬四人 诸葛小大夫看到纪云开 满脸都是黑斑 也吓了一跳 忙上前诊断 却不见有毒发的迹象 稍稍松了口气 毒素扩散了 但没有毒发 王妃暂时没有生命危险 只是好好的毒素 怎么会扩散呢 诸葛小大夫想不明白 还有 王妃脸上的毒明明没有发作 怎么会昏迷不醒呢 莫不是引发了什么新的病症 诸葛小大夫心中担忧 顾不得疲累 与暖冬一起守了纪云开一夜 第二日纪云开醒来 得知自己满脸都是黑斑 沉默了许久 才说了一句 我知道了 显然 他早就知道了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下集更精彩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